西美EK 那这一台车子呢 是比照EK9下去 比照办理的 就是西美泰拔 车子引擎也换成了 黑瓜泰拔的引擎 Beats巴西 那我刚刚有开到EG 那EK我现在坐进来 刚刚因为马上就换到 这台EK里面 就感觉到整台车子 其实仪标板跟操控的感觉 让我更Driver Focused 因为它比较包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椅子坐起来 可能它是换Spoon的椅子 这台车因为是原厂 就是配Reco 我这样坐起来 感觉它是比较一个 有一点舒适 因为这个椅子的泡棉 真的是还蛮舒适 而且整台车的隔音也很好 还有一个重点 刚刚那几台车开了 因为他们因为比较静静的模式 所以没有冷气 这台是唯一这些车子 我这样开过来 是唯一有冷气的 现在有开冷气 所以还蛮凉快的 然后再来它的隔音也很好 由于这台 因为我是换密尺笔 所以呢 这台车子在加速的时候 它的尺轮笔比比较密 所以它永远都会维持在 比较高的转速 我现在也知道就是说 原来B18C的引擎 它的CAM的角度 没有比B16B的CAM的角度还要高 所以它B18C开启的声音 没有那么的明显 因为我每次开到我的EF 或是我刚刚那台EG 觉得哇 为什么那个B18开的时候 它B18C的声音感觉那么大 所以这也是 房间比较多人改 就是把B18C的引擎 换成喜美B16B的CAM 竞排CAM都把它换掉 因为它开启角度跟关起角度比较高 所以它效率会更好一点 当然其实我觉得换那个马力 我觉得其次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那个VTi开启的 那感觉真的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要说的是 它的底盘回归板 我说实在的还是 EF跟EG 还是比EK好 来得好 这个因为它有动力方向盘 然后它的那个 你转弯的感觉跟那个回归 会被吸收掉 当然你拿它跟现在 2018年的一些小钢炮 比如说GTI也好 或是一些我们现在欧系 日系的小钢炮来讲的话 它的底盘的回归 跟操控的回归 已经都比它们一定好太多了 因为毕竟它还是比较传统的 机械式的方式回归给你 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刚刚我不知道 这样收音收得到 就是整台车子的内装 跟它整个隔音 都比EG或EF来得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它是兼顾了舒适性 但是又不会失去它的跑位 然后也不会失去你的驾驶乐趣 那介绍到旁边的一样 我会把这台车的 比较细部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 六代C-MAX的CV三天啊 那个引擎的声浪 它是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它搭载了B16B 猜不到版本的引擎 对 没错 但是它是原来的引擎吗 就是我们再加上 可是它其实西美当代 当代没错 你讲没错 它们在日本所谓的 就是叫EK9的泰拔 就是B16B的引擎 它是很大的名机 所以前面两台内来车子 我们介绍也都是放这颗引擎 但是这一台它又换了 它哥哥的引擎 叫B18C 就是Integrate拔的引擎 永远就是要比别人 还要更厉害就对了 那我大概讲一下外观 其实很简单 这台外观就是比照 我刚刚讲的EK9泰拔的外观 后期的 后期不一样 就是它的保感这边 它多了一个进气的感觉 然后加上它这里有一个 脸这样子 一个下巴这样子 就是后期它改变的地方 然后我们头灯也把它换成熏黑的 因为泰拔也是熏黑头 那整个外观就是比照 很原厂的奇美泰拔的外观 因为你这个是2000年的 那实际上六代的话 是在1995年的时候诞生的 对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引擎 它的强心上到底是 引擎 我可以问一个很笨的问题吗 是 本田迷应该会很想答我 为什么都是红色的啊 其实红色 还是说那个 它本来就是都红色的 就是红色就是 我觉得是泰拔的一个 精神的一个颜色 对 所以它的引擎 只要是有泰拔的东西 或是比赛的 它都是用红色 连它的Logo 刚刚如果注意的话 它的Logo也都是H 后面背景也是红色 所以我觉得红色是他们一个 泰拔精髓的一个红色 表示是性能的代表 对 那这个引擎就是 我们就是把B16B的引擎 拿起来了 换到了我GaniaEF 那这一台我们就换了 B18C的引擎 那原厂马力从185匹 就变成200匹这样子 对啊 对啊 这样子 然后在引擎室的部分 你还有做哪些的一个 其实就是引擎 只要加强跟一些其他 因为这台车 我们只是想要把它比照 伴依跟日本原厂的 1K9泰拔的原厂 把它还为原厂的感觉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原厂的 除了引擎是B18C的 进气有改这样子而已 这集真的是太精彩了 因为我们现场真的很多 很经典的车款 而且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一款 其实跟六代的这一款 其实有还蛮相近 同期的 它是同期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同期的吧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部车 叫DC2 跟刚刚介绍的都不太一样 从外观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不过Eric 我问你 DC2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有点陌生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它 DC2泰拔 它其实在台湾本田 它是没有进口 台湾的所谓进的DC2泰拔 都是美规的 那这台叫做DC2 它真正的车名叫 Integra泰拔 Integra 我听过 Integra泰拔 那这台车 其实当时没有引进 原厂没有引进 对 都是自己进口的 对 都是进口商 水货这样进来 所以它数量其实是非常稀少的 在台湾是 可是这台车子讲真的在 不管是台湾也好 也算 然后北美也好 日本 是爆炸性的 就是已经 就是已经 热门 轰动 前驱车 然后先辈 这样 全部都是蔓延 那些欧系车 这样子 听说它有一个封号 是不是 怎么来 怎么叫 它就是最速的前驱车 当年代 那时候就有 97年就已经这样 一定要赶快来看看 它在路上试驾的画面 来 我现在在 Honda Integra泰拔的车上 这台车主呢 它的设定比较奇怪一点 就是比较静静 它的底盘设定 到它的排气管 所有的设定 都是比较以赛道的取向 大家如果听得到的话 你听得到它的排气管的声音 就已经 热血沸腾了 那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呢 因为它的设定 都是比较静静的取向 所以它开起来的感觉 所有的东西 其实因为跟之前的EG EK 或EF开起来一样 一样都是灵巧 因为都是双E倍嘛 但是唯一它不一样呢 是它的重量比 跟它的轴距 都比较长 所以呢 它在开起来的时候呢 比较不会有一点 头重尾轻的感觉 这台车为什么会这么静静呢 因为还有点焊 原车就有做点焊的动作 比原厂多了20%的点焊 再来它的前面的那个 Windshill啊 就是这个玻璃啊 也是比较薄的 比正常版的还要薄 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隔音棉 然后呢 这台呢 本来来的时候是没有冷气的 因为它是比较竞技取向 它整个轻快感 跟普通的泰拔是差很多 尤其它这个引擎啊 所以开起来真的是很热水 然后它整个操控的感觉呢 也是很好 我觉得这台车主 虽然设定呢 比较静静呢 但它的避震器调整的很好 它在整个路感上面 也不会让你弹掉到很不舒服啊 然后它整个 因为引擎掉变硬的关系 所以它加油的时候呢 它反应是很直接的 因为引擎有加硬嘛 没有任何的缓装的 然后一样 它的排档的感觉 也就是很直接啊 再来就是它开起来的感觉 有一点接近跟VF一样的直接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那一台EK9菜拔 我唯一一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达成的就是 它的比较密实体的方向盘基座 那这台因为它有做左驾版的 所以它的方向盘基座呢 是比较close ratio的 是比较密实体的 所以你转比较少圈 就已经打到底了 所以它整个操控起来 是很溜辣的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开起来 感觉就是跟我的EK9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它开起来 其实跟普通版的Integra 是差蛮多的 你可以很有自信心的 在山路里面转弯啊 它屁股是会跟着你的节奏感 比较不会听一些surprise 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有回馈到车内 哇 这个DC2真的很 真的是让我们车迷 其实会很想进一步去了解它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历史 它的历史 DC2泰拔其实它是一个很意思 它是第一台挂上泰拔的国民车 是 它第一台其实比较贵的就是NSX泰拔 1992年有做一个泰拔 那它这一台就是它第一次在1997年96年 在日本 它做了一台Integra泰拔 卖出 然后很好的 因为当初日本每一次都不进外 把好东西都翻来 97年它终于做了佐驾版 就是这一台 就可以外销了 可以外销了 所以我们真正可以取得到正统正规 不需要 拖来拖去的正规的DC2泰拔在这里 那它近期的程度 它的连点焊 全车点焊 就是Sim Welding都已经都做好了 所以它整台车出厂的时候 就是已经很比赛 Sim Welding这种东西就是点焊这种东西 其实是在真正在做比赛车的时候 在赛道上的车才会这样做 然后其实我做功课才知道 它当年这一颗引擎B187出厂的时候 已经做好万转平衡 哦 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要去 如果要再去强化这个引擎的话 是花费很大 它在原厂就已经做好了 是 等一下 我觉得因为我们比较不懂引擎这部分 你刚刚讲的万转平衡指的是 它的功能还是作用是什么 万转平衡就是说 引擎转速可以到万转 它的平衡需要做万转平衡 这个是一个很大 因为你引擎转速超过七千转的时候 如果你不做万转平衡的话 它其实整个曲轴 它是会变成波浪型 一直在弯曲 它做到万转平衡 我等于说 精密度是很高的 这部车原厂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等于是往赛道上去了 是 它就已经可以 就是Ready go on the track 然后Go for it 对 红热血 对 然后它的整个headle 就是整个那个进气的那个 进排气的气门那边 它也是用手工帮你抛好 所以它当年代已经这样子 做这台车子了 好酷喔 那其实这台车到现在 其实也有一点年份了 那我们在车上做了哪些强化的 好 那我来开引擎盖 开完引擎盖以后 我需要呼叫一下 我的引擎式拉杆一下 引擎式拉杆 先生 为您秀上 硬地瓜的引擎式拉杆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我们的拉杆小姐 对 为什么 为什么它的拉杆 要另外这样放啊 因为 第一个就是因为它 换了这个轻量化的 这个引擎式的这个 Spoon 这个是Spoon 当然应该 轮盘的 这是梦幻液瓶 梦幻液瓶 正的Spoon的那个引擎式 就是Carbon的 那为什么 因为可能车主龟毛 他想要轻量化 他连这个东西 都不想要装 平常不想放车上 0.5克 他都要节省 轻量化 怎么讲究 真的就是泰拔精神 整个发扬光大 是 然后它引擎式 里面的这个部分 我发现一件怪事 怎么好干净 这里面好空荡荡的 这一台车子的改装方式 其实是比较 他们叫USDM的改法 就是美国 他们很喜欢把引擎线组 藏起来 藏起来了 所以你看 它已经把它藏起来 花了很多心情 引擎重新线组都重新拉 所以整个引擎式打开 就是很干净这样子 感觉上它都是走到下面 就是主轴 就是一开就是引擎而已 是 这样子其实在维修上面 也比较方便 对不对 其实对 没有很杂 就是你要换什么 就是这样去的 是 但是这一台 现在看到 刚刚冠宜讲 前面几颗引擎都是红色的 这颗是黄色 这是另外考的吗 这颗黄色是因为 我们这颗引擎有送去日本 然后由Spoon 一个改装大厂 是 然后它翻修完了以后 再回来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Spoon的名牌 对 所以就是说 这颗引擎是由 一个Spoon的厂 这样翻修回来的 也是从日本过来 所以它才是黄色 因为它的 这一家公司的品牌的颜色 就是黄色 那这一台车的整个配色也是很经典 Spoon当时比赛车的颜色 就是黄色配黑色引擎感 是 对啊 那它还有什么重点 你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有 它其实你看它进气啊 整个就是这个卡绫的进气啊 就是可以导入冷空气 这是一个导风的作用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进气气管也换换大了 然后这个是气油胖 然后连那个油轨也是Spoon 是 还有一点 它的外观是日本的DC-II Type的外观 就是它有这个长条 然后鱼眼的 等一下 我没有听错 鱼眼 对 97年 1997年有鱼眼 而且它有HID 原厂就有HID了 我的天啊 1997年耶 对 它这个真的是 很梦幻的艺品 这些都是原厂的 这些都是原厂 都是原厂的 对 那它的外观就是 就是除了引擎盖 头灯保管是日龟 然后它加了这个下巴的话 下巴它这个也是Spoon的下巴 对 也是Carbon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如果在外观上基本上它就是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只有引擎室里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是啊 说真的可以在路上看到这样的车 几乎是很难的一件事 很难得了 而且它的车况维持得这么好 是 因如何 别受了 使用 plutôt 宝贝 任 主席